榮幸邀請各位來到我們畢山區民活動中心 來參加我們今天畢山禮辦公處的一個數位便民系統的一個說明記者會 那首先呢我們還是介紹一下我們今天與會的貴賓 首先呢是我們市長柯市長 然後接著是我們黃珊珊副市長 還有我們在地裡的呂知啟里長 還有我們李建昌市議員 還有我們民政局藍世聰藍局長 還有我們資訊局高副局長 體育局局長李局長也在嗎 局長請 好那我們今天呢主要是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里長有提出一個數位便民系統的一個構想 然後呢資訊局真的就非常的努力幫我們的做規劃 在去年9月的時候呢 12區都有找了一個禮來做示範 那今天主要呢我們記者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我們先把這個便民系統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第二個階段呢我們就會做示範 現場的示範 第三個階段才是我們記者聯訪的時間 好那我們一開始呢是不是就交給我們資訊局的同仁 來對我們這個便民系統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大家好 那我們禮單所謂便民系統呢 是在去年10月的時候完成物資發放以及活動報名這個功能 並且進行第一階段是九個禮的示範 那通過這套系統我們讓物資發放跟活動報名這兩項作業化繁為簡 只要線上簡單的三個步驟就可以完成了 第一個步驟里長進入系統建立物資發放以及活動報名的表單 那第二個步驟由我們區公所人員進入系統做表單的審核 最後就直接到最後一個步驟 透過我們這個整合式的卡機 讓民眾可以進行物資領取以及活動報名的功能 那透過我們這個整合式的卡機民眾也有多元的方式可以參與 他可以透過悠遊卡、X卡、台北卡、靠卡 或者是說身份證的條碼、台北通的QR Code的掃碼 那民眾的報名資料都會記錄在我們的系統之內 方便里長做應用 我們希望透過這套系統可以讓整個禮辦的服務更為順暢 真正達到變明數位 數位變明的目的 謝謝 來我們里長請坐 好 各位報告 其實我們里辦公處 他每年都有很多的 比如說垃圾底價券 還有很多的物資 像我們現在元宵節要發燈籠 這個系統我本人已經用過四次了 消節 然後這邊 那我是每一戶一份 對然後我是用木林回饋跟李林 然後我就直接送出 對 送出之後他這邊有一個代審核 那就會回到 公所 去公所 回到去公所之後 他收到之後 他才可以讓我連護證的系統 對 他們現在就幫我連 對去公所 通過 通過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就是 我進來這個表單以後就進行登錄 那他這個可以有很多的功能 比如說他可以掃條碼 身分證後面的條碼 那這邊就按這個掃條碼 然後他這個做得很好 他中間還有做一條線 然後我就可以把這個身分證放在這裡 然後他現在就讀到了 讀到之後 他就會寫說 屢差勤 然後尚未領取 就是 我這個是不發販一份的 我們還沒有來領過 所以他這邊告訴我說 你這個住址是沒有 沒有人來領過的 對很厲害然後我就 完全簽收 對他就已經登記完成了 對這樣這樣就有然後我們就回到這個系統裡面 這邊裡面 好這邊就有我的 他會 他會把我身分證詞號都 5號 對都弄 對 那我就 這個就很好就是說 那我們還有其他的功能 他還可以少進勞卡 很快真的很快 其實我們這個系統 從一路到現在 其實做了很多 對他直接連呼證 然後我們還有 可以連其他的 還有進勞卡跟那個 社會局 對社會局的 那我先講我這個報名的系統 市長這個系統很好 就是 都可以用 等一下可以掃給大家看 這個是我的 這個是我報名的 這個是每一次報名 然後他就要填寫這麼多紙本 那我 因為我都是自己報 就是這麼多這麼多 給大家看一下 我就是要帶身分證來報名 我就是資本報名 那資本報名他很複雜 就是 你看我還要寫 誰要跟誰吃飯 然後座位怎麼排 就很複雜 他寫好的時候外面就是大排長龍 那我這個裡面我還有 已經有報過其他的 那我再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之前有這套系統 還沒有這套系統 這是我辦 就是 那時候有疫情的時候 我發那個 四綠雙損 對 四綠雙損 然後 真的謝謝建昌議員 那這個是 真的 我領了500多份 現場的人就是 這麼多在集 我發到 中午12點多 沒有停過 那其實這套系統 最主要我想要推的 其實是這一個 就是流感疫苗 那流感就是在紫本 這就是紫本造冊的現場 那我一直很期待說 這套系統 可以真的 辯明 那我們在禮辦公室打疫苗就是為了要辯明 那如果 你讓大家來這邊排隊又不能夠辯明 那 為什麼要來禮辦公室打疫苗 所以我覺得這套系統 對我來講 我就是使用過這麼多次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就是我使用的次數 那我是上限率最高的里長 因為這個是 我很喜歡這個系統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系統不好用 那也可以提出一些檢討 不一定是說 好像我們之前有跟 有跟他們講過 報名的時候 沒有位置 就是他沒有順序 就是他沒有順序 那我們跟他講了之後 他馬上就把順序調整了 就是 我覺得這個系統是 好像一個小孩子 那我們把他證出來之後 就是他慢慢的去教育 那還沒有正式上限 就是有很多的空間 因為李建商議員在議會 我剛才知道原來他的照片是用他的照片 就是我們在打 那在執行 總執行說 打老人來打疫苗 結果打牌昌龍 因為不管打流感 打那個會員聯球菌疫苗 那牌昌龍 那這個 現在如果 我說好吧 但是我們台北市有456個里 但是我說那這樣好了 先找 先找19個里來 變成叫四半 因為一定要找這個 不管是Alpha test 要有四半 四半 我們後來我們 456個里的 硬體的錢我們都準備 後來就 用二倍金說好 因為李建商議員當時也說 他說能不能今年做好 我說好 所以我們錢 我們在456個里要上限 但是先找19個里先來 先來試半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 這456個里 這個其實這個也是在準備什麼的 打疫苗 我早就在想 打疫苗 還怎麼去顧 這個是每一年環保局 這個是每一年環保局 這個就是 我們這邊有7300多個里 每一個人可以花90塊 領用券 那就是讓大家來這邊大牌長龍 然後 一個一個簽名 那有時候怕會被記戶的人領走 還要留下聯絡電話 那我們這台機器就是 連電話都可以留下來 如果你願意的話 這個是每一次的紙本 那還有 沒有沒有就是直接用你的證件 我們等一下可以試一下證件 然後 這個是每一次領放的這些 那些全部都是我每一次 領燈泡 我有德捷電獎 德捷電獎之後把錢拿來買燈泡送給李明 一個燈泡就真的很瘋狂 看這麼多人來歷 一個燈泡而已 就是說 這個紙本招設是 我覺得他浪費紙張 然後又速度緩慢 我們一直是希望能夠做到辯明 那這套系統我 幾次報名下我覺得 替我節省很多時間 因為剛剛就是 刷有幾秒 真的很快 那我們可以刷這個卡 我們可以現場視訊 你放一下 讀卡機壞掉 有可能是他沒有電 因為這個讀卡機要吃點 對 其實這台機器我很單純 我就是拿來報名使用 因為我覺得 他本來就是讓我們報名使用 你不是拿去打遊戲 看劇 我覺得 沒有那個必要 就是 他就是為了這個使用 我們就要保持他可以使用的 年限 就是讓他在很好的情況之下使用 所以我覺得 沒必要下載其他的 所以 我這個介面其實很乾淨 這個就是原本的介面 對 那我一路用都是這樣用 我不覺得他需要下載其他的 沒有必要 這個是里長給服務里民專用 所以如果你下載太多的城市 那有時候總讀就很麻煩 所以為了 為了單純化 而且這裡面很多里民的資料 所以我覺得 也不應當讓他 download太多的 不必要的那種城市 不然到時候個案會有 治安會有問題 所以 所以應該是要保持他的乾淨 樂林健康中心 但是里長他這邊已經有一個初步的 健身房 所以他我們會幫他當成第一個事辦點 所以要請市長看一下 感謝議員非常支持我們這個方案 但是我真的很感謝柯文哲市長 在我們19的里事辦之後 然後我在議會總執行提出這個意見之後 其實我們台北市作為一個 科技總部 而且整個科技都集中在我們台北市 尤其我們內府又是 成這個科技之先 內府就在這裡 那我真的很感謝那個資訊局 資訊局 他們能夠把這 這套系統能夠每個月每個月做一些 精進化 我上個禮拜 還在台北市議會裡面找個 不管環保局 以及各個局處的一個協調會 希望這個系統能夠把它精進 那最主要是怎樣 去年看到寒流來臨的時候 那麼多老人家排隊在 辦公室外面 要打這個流感疫苗 但是我們 又跟三三安議員聯絡說 他今年我們台北市有可能 四月份優先要打 這個新冠 會員疫苗的 有可能四月份 就有可能要著手 如果我們到時候 因為 如果到時候還要照射在那裏 在那裏簽 簽名 七八十個 還在那裏簽名 那個整個動不掉 那整個一定是 裡辦公室已經 已經很多 暴怒的畫面會產生 所以這一套系統 我真的很感謝柯市長 非常重視他 而且我們資訊局跟民政局 非常重視他 如果能夠在我們打這個 新冠疫苗 這一個之前 就能夠成熟化 因為這幾個期間 二月三月四月 還要去訓練我們 裡辦公室 很多志工要操作他 要熟悉他 那我們裡幹事都要很選手 只要一個iPad 就可以 就可以作業 但是他旁邊 也有可能會 兩三步 那整個流程會進行得非常快 所以我真的 很窮 這個系統 而且這個系統如果成熟的話 真的 其他的 給我們台北市起經 這日文來 我們 有版權 你又要賣給他們 到流程 真的很棒 我們 我們集中很嘆氣 所以每個縣市政府 這個是德政 這個是德政 對 李幹事來講 對理長來講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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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议员